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 我的YouTube頻道是一個蘭花頻道 我在這邊與你們分享蘭花相關的種植要領、個人經驗、我學習到的技巧、蘭花欣賞等等等 如果你想要學會怎麼養蘭,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 這樣每當我上傳新的影片,你就會收到及時的通知 我在十一月中旬的時候呢,有回台灣度假兩個多星期 那每次在我回台灣呢,我都會找時間在週末的時間到建國花市去走一走,逛一逛看看花 那當然這一次也不例外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呢,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我這一次回台灣,在建國花市發現了什麼新的花 看到了什麼樣新鮮的事物 在這邊與你們做分享 建國花市所在的位置啊,在平日的時候其實它就是高架橋下面的停車場 但是呢,一到週末,它就會變身成為了許多愛花人士的一個朝聖的地點 建國花市的所在地呢,就在大安森林公園的旁邊 所以呢,捷運是相當便利的 出了捷運站,步行幾分鐘就可以看到花市的入口 然後當你逛完花市之後呢,你也可以順便去逛逛它後面的浴室 看看一些珠寶 那再來呢,甚至還可以坐公車到鄰近的永康街去享受一下 那邊小巷弄裡面的美食還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小商店 這一次回台灣呢,有位美國朋友與我一起同行 所以我也把他帶到建國花市去 那對我們來說呢,這一次其實最開心的就是 在408這個位置呢,也就是Joseph Wu這個orchid 我們認識了Nancy 那其實我對他們也不陌生 老實說呢,我的小馬克就是跟他們購買的 那他們的蘭花啊,非常非常的高品質 其實你從影片中,你就可以看得到 這些蘭花呢,很多都是品質相當高 而且其實是非常非常難得的品種 他們呢,會自己培育蘭花 然後呢,他們其實一年啊,常常會到美國還有很多國家參展 我另外啊,其實也有三顆 Philanopsis Philadelphia 這個品種啊,是西雷利還有史塔基的交配種 交配出來的品種 那這三顆呢,我也是跟Joseph Wu他們這個蘭月訂購的 那如果你跟我頻道一陣子,你會知道 這個蘭花在今年啊,三顆裡面的兩顆有開花 而且呢,這個花開得相當的漂亮 我非常的喜歡 所以呢,我在影片的下方,如果你有興趣呢 我會加入他們Joseph Wu這個蘭元的臉書專頁 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他們還有其他哪一些珍貴的蘭花 是你可能會想要購買的 我們到建國花室的那一天應該是一個周六的早上 其實那一天啊,相當的繁忙喔 但是呢,其實我們在Nancy那邊408的談位的時候啊 他們其實人相當的多 但是老闆娘啊,Nancy其實她啊,人非常非常的親切 而且啊,如果你有時間啊,我相信你跟她談起蘭花啊 她也能夠非常樂意的跟你談上她多年的蘭花經 其中啊,讓我跟我朋友啊,印象最深刻的其實是老闆娘Nancy啊 她非常非常的熱心喔,如果你跟她談到蘭花啊 她甚至啊,非常大方的就會把手機掏出來 讓你看到她裡面啊,很多珍貴的蘭花的照片 相當相當的美 事後呢,我都還跟我朋友開玩笑說 早知道啊,我們就應該跟Nancy說 我們去買幾杯咖啡,我們就坐她攤位的後面 好好的觀賞一下她手機裡面的照片 看到了這邊啊,你應該知道啊 他們這一攤408在建國花室的攤位啊 其實你只要去,據說他們都一直在408這個位置 所以呢,如果你是喜歡蝴蝶蘭 而且是原生種蝴蝶蘭 接近原生種蝴蝶蘭的這樣的人呢 像我就是喔,他們的攤位啊就會是你的一個快樂天堂喔 有很多看不完的花,有許多聊不完的蘭花的蘭花精 另外啊,他們的一個讓我印象也很深刻的部分是啊 他們的路德啊,品質真的是好的不得了 花既大朵,然後又蠟質 而且它的顏色啊又非常的飽滿 那個花的形狀啊,也非常非常的完整 然後上面的圖案也是相當的美麗 當然啊,他們的這些 紫色,接近藍色的這些原生種的 比如說像Violecia啊 這種Indigo的顏色啊 真的都是美到讓人家真的是目不轉睛 其實那天啊,攤位人很多喔 但是呢,他們啊還是非常熱心也非常熱情的啊 一直與我的朋友還有跟我就是顯化家常喔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太好意思 但是呢,因為他們非常的熱心 喔,還有老闆的女兒叫Tina 他們都非常的熱心 所以呢,我們還是就在那邊欣賞蘭花 拍拍影片照照相 讓大家看一下他們的蘭花的一個音姿 那說到這邊啊,你看一下這邊它有幾顆這個Psychopsis 其實呢,等一下跟你說一下他們的Psychopsis 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Psychopsis這種文心蘭啊 其實它主要的特色呢 是它的這個花梗有續花性 但是啊,一般來說 他們的花梗都相當的長喔 像我的至少都快要100公分 所以其實在花架子上面啊 比較不容易種植 那他們家的Psychopsis 你看到他們的花梗是培育 新培育出來的喔 他們是比較短的,它就能夠開花 而且他們的花非常非常的大多 所以你啊,其實從Nancy手中啊 你就會看到 它的這個花梗的比例其實不長 它就能夠開花 是他們新培育出來的品種啊 我個人啊,其實是相當相當相當的有興趣 只可惜啊 就是我不能夠直接就是把它帶上飛機帶回美國 否則的話,我一定會想要這麼做的 你可能還記得喔 去年我回台灣的時候呢 也再見過花式買了兩顆蘭花 那這兩顆蘭花呢 當然我沒有帶回來美國 我就留在台灣那邊 給我的家人去照顧 那這一次我回去呢 其實直接跟大家說 這兩顆蘭花都還健在 其實我是蠻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但是呢 這兩顆蘭花都還健在 所以這也告訴你啊 其實不一定要非常懂蘭花 才能夠把蘭花養活 因為我的家人呢 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弟弟 他們其實基本上 對蘭花都不是非常的在行 他們不太懂得怎麼養蘭 但是他們居然沒有把這兩顆蘭花養死 那其實最主要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我來告訴你是什麼 我只跟他們說 蘭花不怕乾怕濕 所以呢 只要蘭花戒指感覺上還有一些水分 就不要澆水 然後久久的想到了再給他澆個半杯水 那因為這樣子他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 方式在照顧這顆蘭花 當然他們是放在陽台上 所以通風非常的良好 那有時候可能難免下一些雨 然後也會吸收到一些雨水 然後台灣本身啊 空氣濕度就比較高 所以呢 這樣子情況之下 這兩顆蘭花還是得以生存 其實也不能說得以生存 因為其實啊 接下來的片段呢 要給你們看一下 右邊的這顆蘭花 這顆蘭花我在美國也有 而且我頻道裡面也介紹過他們開花 跟之後開完花又續花的影片 但是呢 在台灣啊 其實啊 這顆蘭花在目前你看到的這個花 卸了之後呢 它其實在今年的時候呢 又重新的又再開花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這顆蘭花 它今年又再長出來的兩個新的花梗 喔 它們開花的一個狀況 那剛剛影片中的左邊那一顆呢 就是現在你看到的這一顆了 喔 你看它是這樣子 就架在陽台的窗架上面喔 然後呢 它現在也在抽花梗 而且它這個花梗還有兩個分枝 也分別都在長小小的花苞 當然你看到它底部的一些葉子 稍微是偏向乾一點的喔 那原因是因為這顆蘭花其實真的就是 想到才會被澆到水 否則的話呢 它就是在外面自然的這樣生長 所以它是比較偏於乾一點的情況之下的 藉質在生長 但是呢 它一樣有開花 所以呢 很多時候啊 你們把蘭花養死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澆水澆太多 或者是呢 你常常太常的去動它 打擾它 蘭花其實啊 最不喜歡被打擾 那這顆蘭花呢 其實就是久久才會被想起來 所以 它好像還挺喜歡這樣子的 所以才會又重新開花 那另外一個比較好玩的地方是啊 我當時回去的時候呢 它才是含苞待放 那我媽媽就問我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開花 我說 嗯 可能再過一個星期吧 那其實我個人判斷這蝴蝶蘭啊 什麼時候即將要開花的一個 判別方式啊 其實就是看它的這個花朵 是不是 就是 有往下垂 那如果有往下垂 慢慢的轉向下的話呢 它就是 即將要開花 大概就是在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它就會開花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判斷的小 小技巧 對到大部分的蝴蝶蘭都還蠻準的 提供給你們做參考 那接下來的幾張照片呢 就是這第二顆蘭花 它的一個開花的狀況 這顆蘭花呢也是有香味 而且呢是早上的時候啊特別的香 去年那時候我買回家的時候 就是因為它有香味 而且我記得好像也不貴 才台幣250塊錢而已 非常非常便宜 然後又非常討喜 顏色的一顆蘭花 接下來影片的部分啊就是 所有剩下來那一天在這個建國花市 所拍攝到的一些蘭花的影片 還有照片 都是在其他不同的攤位 經過允許的情況之下 拍攝的一些片段 還有照片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當然你去建國花市的時候啊 在照相拍照之前 錄影之前一定都要先經過 他們這些老闆老闆娘的同意 再進行拍照跟攝影的動作 會比較好 因為有些攤位呢 他其實特別有告訴你說 他們是不允許拍照跟攝影的 所以在這方面呢 一定要尊重他們每一個廠商 每一個攤位老闆老闆娘 他們的一個規定 在這方面都要調教一下 我會說 詞不作詞 我會說 這次會看 在這方面 有些人 魅力 有些人 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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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